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你和凤九殿下为何会一并掉入阿兰惹之梦 你对凤九殿下是不是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猜对了 我喜欢小白 你竟回答得这么爽快 那是因为我错过了太多 不想再错过了 小白告诉我 你同他说 需重立阿兰惹全部的人生方能出梦 说实话 我也从未来过阿兰惹之梦 这是我的猜测 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但我发现此境凶险无比 变数甚多 更重要的是 小白此番替阿兰惹受伤 尚未养好的元神又受到了重伤 帝君 此番凤九殿下受了如此重伤 是我大意 请帝君责罚 我也无法控制小白今后想经历什么 所以 要尽快把小白的元神养好 然后速速离开此地 帝君说得是 今日照你前来 是有一事许你帮忙 但凭帝君吩咐 好 我正在打造一法器 因找材料耽搁了些时日 此法器可知阿兰惹的前世因果 知此梦如何而生 方能知如何出 此事须拟住一臂之力 苏某定当竭力 好 明天请你不用再熬了 你看 我的手都好多了 殿下 连这两日沈夜大人的进食 都比往日好些了 今日还去波新亭转了转 看来他倒是有些起色 殿下 沈夜大人给了我一封信 让我转交给宗学的文田先生 文田 是 给我 这信啊 是我借文田之名写给沈夜大人的 不过此事不能向他提起让他知晓 你们可千万得给我瞒住了 是 殿下 沈夜大人在信里写了些什么 没什么 不过就是写道谢的话罢了 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沈夜大人 殿下真是厉害 连回信都准备好了 碰巧而已 今日早些时候突然想起孟春院中 有一些书还不错 顺手推荐给他 好让他消磨消磨时光 殿下对待沈夜大人如此用心 老奴定当全力相助 好好照看 下去吧 是 殿下 你待沈夜大人可真好 代客知道吗 想得周到些好呀 不许再熬了 不许再熬了 蚊田 竟真有蚊田这个人啊 帮我 笔迹一样 内容也比无而知 可是为何 那日在灵书台上 你对我说的那番话 却像个知道一切真相的坎坷 你到底是不是阿兰惹 女君 女君 请你把阿兰惹之梦的秘密 说出来吧 到时候帝君要是出不来 三殿下肯定不会放过比翼鸟族 皇兄定是要亲自入梦 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阿兰惹之梦 是比翼鸟族的禁忌 事关王族的清誉 说不得便是说不得 节律你身为王室 余归月举 最佳一等 女君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要什么清誉 能有什么比性命更重要的 若要受罚 节律甘愿受罚 还请您指点阿兰惹之梦的迷津 你想跪便跪着吧 在这里好好清醒地想一想 对王室来说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不必都守在这儿 我担心姬衡就先回御林院了 有事我会即刻赶来 王公一向不需要我 与其在王公瞎想 不如守在这里安心 若是打扰到三殿下 我离远点便是 无妨 小九有你这样讲义气的朋友 是他的福气 这阿兰惹居然出了一道棋局 让沈夜破茧 真是秦曲高雅 没想到他还通晓棋已知道 我光是看着棋局 都十分头痛 增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